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凶杀就容易赌博败家 容易关送二婚 纸三杀是出有才华的人 立男人 出记忆类的名人 尤其立于做医生这个行业 财运事业双丰收 凶杀是容易耳聋残疾 行科二房 容易二婚 鬼三杀是立女性 虽然有一定的名气和技能 但是事业上发展不大 财运还可以 出二婚或者是取离异的人士 身体素质一般 凶杀容易伤小口 流产堕胎 妇科疾病多 如果零露冲的情况下 就容易有癌症 丑杀是忘人丁 但不利于长男 多有行伤 辛苦劳累 事业难成财运一般 但是能有贵人帮助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 也容易后代里面出恶霸 凶杀容易伤人丁 尤其不利于三房 像车祸 横死等等雪光之灾 庚杀是忘人丁 但是后代多漂泊辛苦 出地痞流氓 财运不济 肠胃也不太好 婚也一般容易二婚 凶杀就是上人丁 尤其是行商上男 容易找恋啊 赌博啊 上吊 银杀是忘人丁 利于文职 公务员等等 容易有官运 秀杀呢 是处级局级 这块还是OK的 也利于五职 能够做出成绩 子孙呢 也表示富贵长久 凶杀就是伤小口 车祸之类的 假三杀是行商男性 尤其不利于长子 漂泊辛苦 婚姻不顺 财姻不计 你要是做讲师传销类的 虽然不长久 但是呢 可以发家致富 凶杀呢 容易出诈骗犯 牢狱之灾 车祸 精神病 卯三杀是虽然略克长子 容易干的不好 但是呢 有才华 有技艺专长 容易得到贵人帮助 而事业成就 财运好 只是说婚姻差一点 容易二婚 凶杀出车祸 干的类疾病 白血病之类的 乙三杀呢 是女人持家长寿 出五职 子孙呢 是辛苦劳累 财运不济 事业停滞 容易二婚 子孙没想叛逆 凶杀容易肝癌啊 尤其不利于女性 腿脚不好啊 有残疾之类的 陈三杀呢 是初有特殊技能的人 有一定才华 善良 有信仰 好喝酒交朋友 女性容易惹风流 误事 然后呢 事业比较顺遂 财运还行 凶杀就是摊花恋酒 赌博败家 逊三杀是初文昌 尤其利长男长女长齐 利于五职这些的 宫检法这些的 容易有这个颈椎腰腿痛的病 见水则容易有风流淫荡之事 家风不正 凶杀呢 容易犯小人 出平庸之人 观宋 观世 四杀是口哲观飞比较多 口碑不太好 有风流运势 漂泊坎抑抑郁 财运一般 出地痞流氓 凶杀呢 是出恶老大 但是呢 容易横死 也出车祸上吊的人 丙三杀呢 是年少风流 聪明但是不努力 又爱面子 喝花酒 所以说事业难成 财来财去 疫情缘多 造成感情不好 然后也容易有高血压 心脏病啊 视力不好之类的 凶杀容易出精神病 出流氓 出盗贼 也容易妖亡 五三杀是望文昌 才华横溢 名扬四海 尤其利于女性 做文职就容易有官运 事业财运都是可以的 除了容易神经衰弱和心脏不好 凶杀就容易出这个见鬼之类的怪异事情 车祸 犯小人 口罗思威 丁三杀呢 是不利男性 容易流产堕胎 辛苦奔波 财运不济 女的呢 容易出大姐大 婚姻不顺 多婚自家 凶杀容易出流氓 赌徒 恶霸 车祸找王志人 魏三杀呢 是田园 农林这些都可以发财 经商 贸易都可以 有特殊的 记忆特长 男女斗力 有一定的官运 如果是凶杀就容易伤小口 不利于女性 昆三杀呢 她是这个女人持家掌权 霸道长寿 男性往往身体不好 或者有恶极 辛苦劳累 容易感情不和 凶杀则容易有妇科疾病 妇部疾病 容易发生癌变 她不利于人丁 容易呢 流产堕胎 如果是杀情低矮 容易出乌汉神婆 深三杀呢 她是望人丁 子孙兴旺的 多出技能性人才 有文昌运 都有些才华 高考一本以上 属于极散之家吧 事业有成 发复久远 凶杀呢 就容易伤小口 伤人丁 严重则容易出癌症 重病 庚三杀呢 她是望人丁 出文昌 子孙兴旺 出状元 家庭和睦 事业有成 这个非常好 男女都有力 尤其呢 对于长子更有利 凶杀呢 就是人丁比较衰弱一些 辛苦漂泊 有三杀是行客长子 辛苦劳累 多有伤灾磕碰 多犯小人 事业难成 家里面出不饿老大 但是容易横死 财运不济 子孙漂流 凶杀就是车祸呀 远行路壁之类的 新三杀呢 越克长子 但是望长女 望文昌 出文化名人 寄名人 做武职呢 有官运 家庭比较和美 凶杀就容易有官非横厚比较多啊 容易有肺部疾病 呼吸统疾病 乳腺疾病 虚三杀呢 是文昌杀 望文昌出状元 出行业精英 高考呢 一本重点 有艺术特长 观察两望 凶杀总是出恶霸 伤小口 前三杀呢 他是看起来有贵人 但是多有小人行为 反而会因为贵人给你带来灾祸 男人掌权职家 但是多不务正业 财运不济 爱赌博之类的 凶杀则伤当了父亲的男人 尤其六岁呢 他是个坎儿 容易过不去 也容易出官非车祸 亥山呢 是一门敦厚 乡邻门都有口结尾的称颂 家里面容易出状元 出大官 虽然凭本事 但是有点轻狂 财运上呢 就是尤其有落吧 总体还是算可以 凶杀是二婚 骗人或者被骗 容易关送 子孙不忘 有个例子 是一个店铺 它是耕山的 毛位是有杀的 当时呢 断财运不错 但是店主呢 肝胆不好 婚姻不顺 人有危机 防止二婚之相 反馈财运确实不错 不用担心 身体暂时没有毛病 但是都爱吃烟酒 所以说呢 要预防肝胆疾病 而且当时已经离婚了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有三毛相的情况 人三杀呢 它是人丁一般 不利于女性的 运气起伏不定 辛苦 劳累 财运不稳 但是你要是做直销 演讲 动嘴的行业 演艺行业 还是可以有定成就的 所以行业选择很重要 凶杀呢 容易关事 送事 车祸啊 泌尿系统啊 肿瘤 这些毛病 子三杀呢 它是人丁一般 但它是行客中男 粗色的霸黑老大 辛苦漂泊 容易有意外伤灾 财运是暴起暴落 如果是凶杀 容易出聋哑残疾的人 尤其不利于二房 远行外出容易有车祸伤灾 不利于子孙 鬼三杀也是人丁一般 多生女孩了 利于女性 因为过去人丁指的是男孩 当了母亲的人比较好 容易掌权 职家 健康长寿 但是后代男性一般 容易辛苦劳累奔波 遭盗贼 感情不顺 容易二婚 凶杀伤小口 流产堕胎 丑三杀是文昌杀 利于少男少女 利于武职 武贵 攻减法 体育行业也可以 可以出武官或者是出冠军之类的 少年有名 财运事业都可以 凶杀就是商小口不利人丁 出关灾 风流运事之类的 银三杀是处有名气 有才华的人 但是多是虚妄 捐狂 不安事事 也就是情商不够 导致事业不稳 辛苦奔波财运不济 有贵人帮助 但是自身男友大的发展 凶杀是车祸 赌博 癌症 甲三杀是容易有肝胆类疾病 婚姻不顺 但是发五贵 有贵人帮 如果从事武职行业就可以了 文职行业始终是发展一般 子孙多出功名之人 凶杀就容易车祸 癌症 尤其刑伤长难 卯三杀是刑赫长难 辛苦 坎坷 伤痕累累的 但是子孙旺盛 出名人 后代出牛人 同时住宅里面的人 也出小熊黑老大 可以发达一时 但是难免有凶亡的结局 凶杀就是妖王凶死之相 子孙凭贱 以三杀他略克长齐 但是妄女人 尤其是当了母亲的女人非常好 虽然坎坷一些 劳累一些 但是终归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家里面是女人掌权的 男孩子容易个子比较低矮 凶杀容易有肝肤水 乙肝 肝肋类疾病 容易有哮喘 手术上伤疤之类的 陈山杀他是辛苦劳累 坎坷奔波 靠一点小机灵 小门才过日子 但是财运一般 多有风流运势 容易二婚 凶杀容易出盗贼 观众抑郁症 而且杀行不好 容易上吊 逊山杀是出风流文人 多有才华 但是财运不济 有好的名气 但是事业发展一般 没太多帮助 经营商上 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就 至少是小富还是可以的 凶杀就是家风不正 风流运势比较多 容易伤小口 杀行不好 或者是见水 容易上吊 抑郁症之类的 四三杀是出文昌贵人 事业顺遂 有特殊记忆 然后财富积累比较丰厚 风流运势比较多 但是家庭和美 不影响家庭婚姻 也利于设计类的职业 有一定的成就 做公务员的话 有一定的官运 还是比较好的 凶杀就是二婚 官妃 只身无腻 丙三杀是出风流人才 出才华横溢 能够事业双成 财运横通的人 家庭也比较完美 但是容易太好功名 而偏执虚狂 因此者口着官妃 他特别适合于 直销保险 讲师 动嘴行业 凶杀容易有官宋 心脏病 诈骗犯 五三杀 虽然有一定的才华 但多言过其实 得不到世界上的 大的成就 财运不济 容易出骗子 精神类疾病 容易贫苦漂泊 容易二婚 凶杀要防火灾 堕胎这些事情 容易有车祸 丁三杀是望文昌 利于文字行业的 也利于出官贵 尤其利于女性 财运事业都非常好 但是情商不够 容易口着是非多 凶杀是容易势力不太好 有心脏血管疾病 容易上当受骗 如果碰到比较怪异的杀情 就容易见鬼 或者有噩梦纠缠之类的 灵异事件比较多 魏三杀是白虎杀 她是行客长男 和当了母亲的女人的 辛苦劳累 坎坷奔波 财运不济 有贵人帮 也只是解决一个生活问题 家里面容易出 中修信仰 巫婆神汉之类的人 也容易有伤灾手术 凶杀就容易车祸 伤灾 仓残 坤三杀 她也是白虎杀 妄女人 尤其是当了母亲的女人 贤惠能干 妄夫妄家 财运横通 也利于伍职行业 尤其是排行老二的男人 或者老大的女人 凶杀是伤小口 堕胎 容易有手术 伤三杀也是白虎杀 但她是妄神丁 但是出土匪恶霸 一时发达 后来呢 多有横水 尤其呢 是不利于排行老二的男人 和老大的女人 发展缓慢 产运不济 凶杀就容易出 伤残 哑巴 谁说这三个杀 都是白虎杀 内涵完全不一样 这个要注意区分啊 别光说白虎杀 就都一样 凶杀呢 是辛苦劳累 但是事业难成 多犯小人 发展组织 容易因为凶狠斗勇啊 留下伤疤之类的 财运不济 婚运不顺 凶杀呢 则是什么呀 容易有官是是非 容易有车祸横是 有三杀呢 是出神童 年少成名 尤其是小女孩 有特殊记忆 演艺类行业也不非常好 有文娼 有才华 只是说呢 容易做到父子啊 做政治不太容易 事业不错 家庭和美 凶杀就是伤小口 不利人定 有官非 新三杀是出 机灵聪明的女孩子 但是因为心情不稳定 所以说呢 定性不够 难以成就大的事业 相对来说 比较辛苦漂泊一些吧 财运不济 异性缘虽然好 但都是些华边新闻 不离婚姻 容易二婚 凶杀呢 容易抑郁症 容易因为赌博败家 如果杀行不好 或者是有冲杀 那么就容易自杀 上吊 虚三杀 他容易出江湖人 虽然是有文化 但是说得多 做得少 财运不稳 事业呢 也一般 口的事非比较多 凶杀则容易有自杀之相 有横指之相 诈骗 陆冲容易有精神病 前三杀呢 是官柜之杀 望门昌 容易出官柜 立男人 尤其是当了父亲的男人 事业比较发达 财运横通 家庭和美 凶杀就是容易犯小的人 一事无成 尤其是当了父亲的人 还要有伤斋 骇山杀 他是有一定的文采 但是多辛苦劳累 奔波四方 难有稳定的事业 办事往往容易半途而废 伤斋比较多 凶杀呢 是家里面容易出妖王子人 缺少这种长寿的人 如果外出远行 容易有车祸关送 一个例子是一个公司 它是有山的 它的钱还是在有房 当时是路过 开玩笑 断前台这个女孩子 说你啊 是有文艺特长 尤其是音乐类的特长 在你朋友圈里面呢 还是比较有名气的 而且以前可能得过一些奖啊 之类的 而且你家里面父母 也有文艺特长 但是你父母呢 还是个当官的 不是搞文艺工作的 后来反馈确实如此 他从小啊 吹拉弹唱都可以 小时候呢 参加各种比赛 没少得奖 母亲呢 很有才艺 在单位里面呢 是一个父职领导 右段呢 他有男朋友 男朋友呢 也是一个艺术类的帅哥 但反馈确实如此 最后啊 我们对这节课做个总结 这一节课 我们是对座山市 庚山和这个座山市 友山的这个情况下 二十四三 沙法拉吉兄 做了讲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